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這次要來 DIY改造、組裝、升級、復活 重現一台當年頂級的蘋果工作站電腦 還要用它來剪輯4K的視頻素材 這台機器叫做Mac Pro 注意和MacBook Pro是不同的東西 是蘋果以前推出的一款工作站 在七八年前這台機器還有全新的在賣的時候 我就對它流過大量的口水 那個時候四核還沒有普及 Intel的i系列剛剛推出一代二代 4G的內存還是標配 而這台工作站的頂配可以去到12核24線程 幾十GB的內存 那簡直就是夢幻級別的配置 只有在和朋友聊天吹牛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當然了,高配置再加上蘋果的這個LOGO 這東西的價格也是很嚇人的 當時這台機器的頂配再加上蘋果的27吋Cinema Display 每個五六萬肯定是搞不下來的 而現在已經是這個9102年了 前段時間我看到有人做了Mac Pro的開箱視頻 就順手也去鹹魚搜了一下 發現價錢比當年已經低了非常非常多 經過一番的這個考察研究 初步斷定即使是在今年舊款的Mac Pro 依然具有一定的可用性 最後就把這台Mac Pro2009的準系統給弄了回來 蘋果的電腦系統MacOS在視頻剪輯照片後期色彩管理等領域具有一定的優勢 正好符合我目前的需求 在Windows下運行PR的穩定性相信認真做過剪輯的人多少都領教過 這一次正好也來試驗一下蘋果的系統以及蘋果自家的剪輯軟件FCPX 另外後續如果有人加入我的工作室的話 也能多台電腦來用 那麼我們就趕緊來看一下這台機器我是怎麼挑選出來的 具體是什麼型號什麼配置 我還要對它做些什麼改動才能滿足現在的工作需求 首先雖然我前面說了到了現在,它的價錢已經便宜了不少 但也只是在這個蘋果的標準裡面 相對於普通的組裝機來說,這個馬可波羅的價錢還是挺貴的 不少人應該對這個垃圾桶電腦Mac Pro 2013有印象 非常迷你的尺寸,就可以塞進12核的智強以及兩張專業卡 但是到了現在,在鹹魚上面這個二手的這個東東的價錢還要以萬為單位 而裡面只是X79時代的處理器,內存還是DDR3的 這些東西二手的價錢相信大家比我還要清楚 我當年流過口水的這台機器,實際上是Mac Pro 2009-2012這幾代 蘋果經常連續幾代使用同一個外觀,手機和電腦都是這樣 這個到了今天看,依然不覺得過時的外觀設計其實是從2003年開始使用的 那個時候蘋果的電腦還在用著和IBM、摩托羅拉一起研發的PowerPC處理器 還不能裝Windows,這個沒有一顆外露螺絲的鋁合金大箱子 PowerMac G5就是和當時最新的PowerPC G5處理器一起登場的 然後到了2005年蘋果宣布和Intel合作 旗下的電腦開始全面轉向使用Intel生產的X86架構的處理器 2006年推出的換了CPU的蘋果工作站,也改了名字叫做Mac Pro 外觀延續但是內部不同了 不過06-08款的Mac Pro用的其實是771的處理器 也就是775酷睿的智強版本,在現在看來性能已經比較弱了 所以即使二手的價錢很便宜也不太值得購買了 那麼時間又跳到了2009年,也就是10年前 蘋果給Mac Pro換上了當時最新的1366平台 有單路的也有雙路的,一直用到了2012款 再直到被2013款的垃圾桶取代 也是從那幾年開始,Intel大盛的AMD就擠起了牙膏 直到銳龍面試,這些大家都很熟了 所以到了現在這個雙路1366處理器的性能也不算是非常落後 再加上蘋果系統的一些優化,於是依然是可以用來幹活的 不過和剛才說的那樣,1366處理器的Mac Pro也分了09、10、12、單CPU、雙CPU什麼的好幾款 我這裡選擇的是Mac Pro2009的雙路版本之中的最低配置 Mac Pro2009的型號是A1289,新款編號OrderNumber為媽 MB535的是雙路版本,也就是能上兩顆CPU的 而且我還沒有要記憶硬盤顯卡,也就是只買了一個準系統,價格是2100元 橙色方面機殼整體沒有大的變形,頂部和四個角有一點划痕,右邊的擋板還算不錯 但是機箱左側有摩擦的痕跡,畢竟是十年前的機器,還能用已經可以了 同時這一面的蘋果LOGO上面有些新的划痕,有可能是搬家的時候弄到的 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 雖然機箱的主要材料是鋁合金,但是因為板材厚度去到了3毫米 所以連內臟重量達到了20公斤 雖然比不上我之前那個C700M,但也是相當重了 至於裡面嘛,就讓我們來打開這台機器 一邊看內部結構,一邊升級,一邊講一下為什麼我會這麼選 啊,錄完了 爺爺老闆 蘋果電腦啊 是啊,Mac Pro 2009 什麼配置這麼厲害啊 爺上路1366 小喇叭 你自己叫人不要買1366,好意外的 那個蘋果啊 十年啦,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十年蘋果都要壞啦 壞了就整咯,拍板,一千幾百咯 但是先,這部機器給誰用的 給你咯 那麼我們就先來打開這台機器 只需要將後面這個小把手拉起來,側蓋就可以打開了 如果將這個小東西轉一下,那還可以給機箱上鎖 拿掉側板之後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內部結構了 和很多人印象中不同的是 蘋果其實也出過擴展能力和升級能力非常強的台式電腦 而且這台機器的很多零件替換是免工具的 從側面這裡可以看到,機箱內部分成了三個區域 頂部這兩個分別是光區架核電源 中間是PCIe擴展槽和硬盤的區域 最下面的是CPU和內存的空間 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風扇和獨立的風道 首先咱們從比較簡單,而且裝上去之後就不需要再動的內存開始 在機箱的最下層這裡 按下這兩個小把手,然後一抽,安裝CPU和內存的拖盤就能抽出來了 Mac Pro的CPU和內存插槽被安放在了單獨的PCB上面 這塊PCB有單路和雙路的版本,方便了蘋果生產不同型號的機器 個人用戶如果找到是非的板子也可以從單路升級到雙路 當然價錢大家懂的 這兩個塔斯散熱器的底下壓的就是CPU 因為更換CPU的操作比較麻煩 那部分放到後面一點,這裡先裝這個內存 Mac Pro 2009原生支持DDR3 REG ECC的內存 那麼問題就好辦了 現在8G一根的只要80塊錢就能買到 而雙路的Mac Pro有8個插槽,所以果斷直接插滿 我買的時候比較早,當時內存價格還比較高 買到的是91根的南亞帶馬甲的內存 不過只花了六七百塊錢就能裝上64GB的內存,還是挺划算的 在將這個CPU和內存的拖盤安裝回去之前 還要先來裝一下這個Wi-Fi無線網卡 拿走CPU拖盤之後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主板了,還是挺大一塊的 在CPU擴展板插槽的旁邊就可以找到無線網卡的插槽 Mac Pro 2009自帶有藍牙,但是無線網卡需要另外選配 機身已經內置有天線,只需要將網卡裝上就可以了 這裡用幾十塊錢買到了蘋果原裝拆機的BCM-94322MC 支持300M的AC5G網絡,在最新的Mojave系統裡面也有驅動 插上去之後用NVM1固態的螺絲鎖緊就行了 Mac Pro自帶有三根天線,這張網卡只需要用兩根 我也不知道哪兩根信號好,就隨便插了 因為做影視剪輯之類的,經常需要傳輸體積巨大的文件 所以對電腦傳輸接口的速度要求還是挺高的 在當年USB3.0標準剛剛發布,1366芯片組並沒有來得及裝備 Mac Pro 2009只配備了USB2.0和火線接口 雖然火線接口可以上到800M的速度 但是現在要找到這種接口的設備還是有點難的 所以我另外買了一張奧瑞科的USB3.0擴展卡 芯片型號是FL1100,帶有四個USB3.0接口 雖然使用大4D供電,但是自帶了一條SATA轉大4D供電線 正好適合使用定制電源的Mac Pro 拧開這兩個螺絲並拿開擋片之後就可以安裝了 插進PCIe槽裡面就行 然後將供電插到硬盤的位置上 然後將供電插到硬盤的位置上就可以用了 接下來是顯卡的部分,玩過黑蘋果的同學應該知道 MacOS對顯卡是有要求的,不是什麼型號都能使用 其中有一些顯卡因為是蘋果在自家的電腦上面使用過的 所以MacOS自帶有驅動,插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從這個10.13開始,AMD最新的RX560、RX580 Vega 全系列都是可以支持的,甚至590也可以 出於這個預算考慮,這裡使用了一張XFX的黑狼5808GB 注意580 2048SP是不支持的,只有完整版才可以 這張卡為雙風扇四熱管設計,帶有金屬背板 同時是單8PIN供電,等一下可以看到剛好能適配Mac Pro的顯卡供電接口 XFX的這張580黑狼在Tony Mac x86的黑蘋果配置推薦裡面有 在Best Buy上面也看到有評論說放在Mac Pro裡面運作正常 所以應該是能支持使用的 不過在原版的蘋果電腦上面,顯卡的要求其實比黑蘋果還要再高那麼一丟丟 如果你的顯卡沒有蘋果專門的EFI固件 那麼開機會一直保持黑屏,直到系統加載完驅動之後才會有顯示 在系統裡面也不能正確地識別出型號 這樣的話平常正常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需要重裝系統或者對電腦進行一定的維護的話 就會非常的麻煩,所以我還需要準備一張亮機卡 而蘋果的這個原裝顯卡的價格非常的……貴 蘋果版GT120的拆機二手,現在還要賣200塊 HD5770還要300塊,簡直過分 於是我這裡用150塊錢買到了一張據說是戴爾庫存的HD6870 也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搞到這麼新的卡 而且是戴背板的 然後參考老外的教程,在Windows下提取出BIOS 在Mac下進行修改,將蘋果的EFI模塊添加進去 再在Windows下刷回去,這樣就獲得了一張假的蘋果版HD6870 6870需要使用雙六頻供電,Mac Pro的賣家送了轉接線 插到蘋果在主板上預留的接口上就可以給顯卡供電了 按下風扇上面的這個按鈕往旁邊一拉,就可以打開PCIe槽的卡扣 然後我們就可以將顯卡插進去 去,去,去 然後將顯卡插進去,接上供電 將卡扣拉回來,最後將檔片裝好就OK了 因為畢竟不是正版的蘋果顯卡,只有差DVI限時才能在亮機時有顯示 那麼開機測試 成功點亮 切換到580後如果哪天需要對電腦進行維護的話,就可以在附近找到這塊用油紙包著的HD6870救命了 有這個顯示之後就要來裝硬碟了,Mac Pro在更新到最新的固件之後是可以支持MVM1固態用作系統盤的 但是要更新固件就要先裝系統,所以為了減少麻煩,這裡還是用了SATA的固態 這裡使用了普克特的M8VC256GB,內部是惠蓉的O258H主控加南亞的緩存加東芝的3DTLC顆粒 我選擇它是因為帶緩存性能好,以及剛好和蘋果一致的騷包大紅色 完全不是因為之前沒有拆過呢 蘋果在PCIe槽上方提供了4個直接插拔的硬碟架 但是因為當時SSD還不怎麼流行,所以提供的都是3.5的硬碟位 又因為這種熱插拔的硬碟架需要硬碟接口的位置符合標準 所以這裡買了兩個拆機的迅猛龍的硬碟轉接盒 轉接好之後將硬碟架插回去就可以完成安裝了 順帶一提,這個光驅架也是可以裝硬碟的 只要抓住這裡就可以將光驅架扯出來,裡面有兩個SATA接口 但是總覺得動不動就扯光驅架比較麻煩,就還是裝在常規的這個硬碟位了 以及硬碟架和光驅架只有後蓋把手打開的情況下才能插拔 後蓋鎖上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是被鎖住的 側蓋也是靠這根幹子鎖定 設計還是很巧妙的 這個Mac Pro 2009原生只支持4核的處理器 想上6核的話需要先將固件改成2010版的 做這個操作之前需要先將系統裝好 現在的蘋果電腦如果系統損壞了 只要開機時按住Command加R鍵 就會自動進入聯網恢復 可以從蘋果的服務器上面下載系統來重裝 但是我這台Mac Pro可能版本太老了 不管我怎麼按也只顯是一個文件丟失的圖標 好在我這兒還有台MacBook Pro 經過下載鏡像製作U盤等操作之後 成功將舊版本的MacOS裝進了硬碟裡面 實際版本是10.9,那個時候還叫OS10和Windows 8.1是同時代的 而想使用RX580的話還需要更新到10.13以上的版本 這裡先確認一下剛裝上去的硬件是否正常 嗯,64GB內存全部識別出來了 但是頻率只有1066可能是處理器的鍋 然後HD6870顯卡的型號和參數也識別正常 原本自帶的是兩顆15520,因為不能超頻 領跑新的Batch R5050,兩顆加起來的得分還比不上一顆4770K 因為1366並沒有SATA3接口,所以在Mac Pro上面 M8VC的速度沒有在現代的電腦上面這麼快 但始終是SSD 4K的表現還是比機械強很多的 最後在系統信息裡面可以看到機器型號為Mac Pro 41 這裡要刷成Mac Pro 51才能支持6核處理器 順其固件需要下載兩個東西 首先是從蘋果官網下載原裝的Mac Pro 2010的1.5版本固件 然後是第三方製作的固件升級工具 這兩個東西的下載鏈接我會放到簡介描述裡面 首先需要掛在蘋果的安裝包 不過直接運行會提示機型不支持 這時候再使用第三方的固件升級工具 就可以突破蘋果的限制將固件刷進去了 準備完成之後會彈窗提示你接下來的操作 這個時候需要先關機,然後長按電源鍵 直到上面的燈進入閃爍狀態 之後電腦就會自己刷固件然後重啟 完成後進入系統可以看到 雖然顯示還是Mac Pro 2009 但是系統信息裡面已經是Mac Pro 51了 成功解鎖了六核心處理器的支持 這裡再順便更新到了10.13系統 這個系統是17.9月份出的,剛好對應Win10 1709 在網上最新的10.14需要支持Metal的顯卡 也就是剛才準備的580 於是就可以進行最後一波的硬件升級了 首先來升級的果然還是做了這麼多前置準備的CPU Mac Pro 2009在刷完了固件之後就可以支持全系列的1366處理器了 包括最高的X5690也支持 但是5690嘛,價錢還是太高了 包括X5680現在也還是要接近300塊錢 所以我選擇了兩顆X5675,165一顆,兩顆330 每顆是6核12線程,主頻3.06 Mac上能睿頻到多少還要試了才知道 後來通過MacTracker這個軟件查到 原來這個CPU剛好也是Mac Pro 2012官方可選的最高配置 想更換CPU就要將散熱器取下來 而這個Mac Pro 2009的散熱器想要拆開需要這個… 特別一點的工具 固定散熱器的其實只是普通的3毫米內六角螺絲 但是因為在散熱器的最裡面,而這個洞很小 所以需要螺絲刀的長度在10公分以上 因為之前我機器沒到手不知道到底要買多長的 就乾脆買了一把30公分的回來 4顆螺絲擰開之後,散熱器就可以直接拔起來了 從側面可以看到裡面實際上是散熱管加風扇,並不是被動散熱 然後這個CPU其實不是固定上去的,只是被盔子黏住了而已 取下CPU之後就可以看到這次升級最困難的部分了 可能是因為初代的1366處理器發熱比較大 Mac Pro 2009的CPU是沒有頂蓋的 更換常規處理器,會出現散熱器不兼容的情況 其實通過電高等改裝也可以將有頂蓋的CPU裝進去 但是因為CPU散熱器還要負責給主板上的供電散熱 散熱風扇還要照顧北橋,所以我還是選擇了比較困難的那條路 給千焊的1366處理器開蓋 因為1366的處理器比115X的大 淘寶也沒找到合適的工具,所以只能進行手動的開蓋工作 首先用筆刀切開頂蓋和PCB中間的橡膠 因為中間的縫比較細,橡膠的寬度也不小 切的時候要比較小心,免得弄到電容 四周全部拆開之後,將CPU倒過來固定 用熱風槍在底下均勻加熱 幾分鐘後,溫度超過焊接的熔點,頂蓋就會自己掉下來 被吹下來的頂蓋砸到了手上 只接觸了一下子就燙出了水泡 然後更難受的是,我發現CPU上的電容被我用筆刀弄壞了15個 嗯哼,說不定CPU壞了上面的電容也是能用的呢 還是先把核心頂部清理一下 用筆刀鏟掉上面的焊接材料 刮得差不多之後,再用柔軟的布和金屬研磨劑將CPU拋光 那麼第一顆就處理好了 就是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那麼就還有這個第二顆 肥仔肥仔肥仔 Come on 肥仔肥仔肥仔 你有沒有試過這個CPU開蓋? 很簡單的就是 你用這個刀把CPU周圍的膠 戒掉了它 跟著用熱風槍從底下這樣吹 蓋就會掉下來 很簡單的 嘗嘗嘗嘗 沒事的 這隻魚有百兩萬塊都是華油從你公司開我得了 不管怎麼樣另外這一顆也算是開好了 開蓋的時候倒是沒出問題 開好打磨的時候不小心給其中一顆電容蹭掉了一個腳 所以我獲得了兩顆掉電容的處理器 我這裡有兩個從Mac Pro裡面拆出來的15520 現在帶頂蓋的15520淘寶才7塊錢一顆 而這上面有電容 我只要將電容吹下來 換到新CPU上面不就OK了嗎? 那麼首先用小號的熱風槍 將好的CPU上面的電容給吹下來 然後對弄壞的電容進行焊盤的清理 接下來非常小心的將電容焊接回去 焊好之後還要用萬用表測試有沒有短路 電容上的組織、電容值等和沒壞的CPU是否一致等等 這個聲音就不太對了 雖然前面只用了幾句話來描述操作的過程 但是因為電容實在太小了 竹竹焊了一個下午才弄好兩顆CPU 好像還是改裝散熱器來得省事 總之雖然不怎麼好看 但是這兩顆CPU也是補好電容了 那麼就將新CPU裝上主板 錄紙方面還是用了酷媽的納米鑽石導熱膏 再裝好散熱 最後放回機箱裡面 那麼這兩顆被又切又燙又磨又焊過的處理器 到底還能不能用呢? 哇,沒有個LOGO啊 好開心啊 也是運氣比較好 這兩顆被又切又燙又磨又焊過的X5675居然成功點亮了 嗯,我也算是維修過CPU的男人了 雖然是我自己弄壞的 以及剛上來的時候內存頻率只有1066 後來經過重新拆裝內存,還原Pram之類的操作後 不知道怎麼的就可以上到1333了 換好最難的CPU接下來就是將RX580黑狼給裝上去了 雖然580黑狼帶有背板,但厚度還是剛好合適 黑狼也正好自帶雙6PIN轉單8PIN的轉換線 說起來Mac Pro這個主板也是厲害 CPU內存和顯卡都是由它供電 這麼大的電流由從PCB上面過也扛得住 當然是開機的時候就發現電腦在不停的自動重啟 嗯,明明說好能直接驅動的 查了一輪資料後發現有老外說是舊版本的BIOS才行 於是我從TechPowerUp的數據庫下載了首發版本的BIOS 刷了進去 那麼終於正常驅動了 在系統裡面準確地識別出了Radeon RX580字樣 顯存也是8GB全部識別了出來 經過測試全部接口都能正常使用 只不過像前面說的那樣開機過程中會保持黑屏 但是開機完成後一切正常 那麼最後一樣要做的就是將系統升級到最新的10.14 Mojave 直接從App Store裡面下載安裝就行了,是的 雖然是09年的機器,但也順利的裝上了目前最新的MacOS 說到MacOS,今年下半年蘋果公司的新系統即將推出 希望可以繼續支持舊款的機器 實在不行嘛,應該也是有辦法強行支持的 最終完成的配置和價格是這樣 NVM一固態核資料盤則後續再考慮增加 相對於現在賣的性能相近的Mac來說還是比較便宜的 當然這始終是二所獲,能用多90個問題 而且1366處理器沒有AVX指令及單核性能也弱點 實際可用性還要研究研究 嗯,那麼就正好來跑點測試看看吧 CPU方面還是大家喜聞樂見 而且有Mac版的Cinebench R15裡面雙路X5675的多線程得分和8700K基本一致 但是單核性能就差遠了 R20的多核以及單核都比152697V2弱些 當然都打不過8核的銳龍 總的來說多核表現尚可 單核的話如果碰上優化X的軟件可能會有點難受 對了,剛才應該有人注意到我R15跑了Windows版 是的,我後來又加了一個M8VC 然後裝上了Windows 之後跑了魯大師 總分達到了30多萬還拿到了吃雞的認證 說到吃雞,我測試了580這張顯卡在X5675平台和2700X平台下吃雞的差異 實際這數差了能有20多 不能超頻的老平台玩這類遊戲確實還是弱點 以及實際使用時X5675的頻率基本在3.2左右 Mac下暫時還沒找到支持雙路CPU的頻率監控軟件 看Cinebench的跑分應該也是差不多水平 以及我意外地發現原來古墓石是有Mac版的 用580開非常高特效跑起來還算流暢 黑狼雖然不是蘋果的原裝卡 但是硬件加速等還是完全正常的,甚至還能打倒遊戲 當然還是受到了CPU以及優化的一些拖累 不過我這層這台機器也不是為了玩遊戲的 最關鍵的還是視頻剪輯 首先咱們來看看PR的表現 使用4K60幀100Mbps的素材,文件全部放在SSD裡面 加在LUT文件,片段速度設置為倒放200% 再加上穩定器 在2950X加2080的電腦上面依然會卡得飛起 把預覽分辨率設置到1%也還是一樣 而在這台現在看來配置不高的Mac Pro上面 用Final Cut Pro X做同樣的事情 在處理完防抖後,雖然也會掉幀,但還是能勻速播完 指針的偷動也非常的流暢 如果將預覽設置為較高性能,播放起來就會絲般順滑 實際上FCPX會趁空閒的時候,在後台自動將素材轉換成更容易處理的格式 處理完成的部分即使4個4K素材同時播放也會非常流暢 同時在輸出成品時利用這些緩存提升速度 等於是犧牲準備時間和硬盤容量來提升性能 對於單層未處理的4K素材,這台機器也是可以不轉碼,直接預覽的 就是時間線拖起來沒有處理完成後這麼爽 更多的使用情景和更複雜的項目我也還沒來得及測試 後續還要再做些研究了解一下FCPX的習性 不過剪輯4K視頻這個基本目標確實是達成了 實在不行還能用代理的方法進行剪輯 另外轉碼時CPU溫度大概在六七十度 作為出了名要風度不要溫度的蘋果家的電腦來說還算OK了 歡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又到了這個總結時間 雖然這台機器是十年前的設備,但是在經過升級之後 跑最新的系統以及使用FCPX剪輯4K的視頻依然是沒有問題的 根據這台機器後續的使用情況或許會升級到這個Vega 雖然這個Vega現在有點難買 而且這個FCPX的使用方案也要考慮 因為更換了之後以後的新視頻就要全部都在Mac下進行製作 如果要準備不止一台電腦的話這個升級成本還是有點高的 雖然FCPX本身要比PR便宜很多 而對於一般玩家來說 這台機器的推薦度其實並不是這麼高 首先是折騰起來比較困難 看了這麼久大家應該都了解了 在軟件和硬件方面都有這麼一點的技術要求 然後畢竟是老機器還是蘋果的 出故障後的維修成本會比較高 而且以後的配件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難找到替換用的東西 我現在一半是想拿來試用 另外一半則是想收藏 就近似於收集經典古董跑車的那種心理吧 畢竟我窮買不起車那就只能玩這個了 不過這台當年頂級的旗艦配置的機器 現在也算是讓我拆著玩了個爽 人總要有夢想萬一實現了呢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這個視頻有用或者有趣 記得點贊和訂閱 如果看完了前面還是覺得意猶未盡 那麼哈哈,這麼神奇的機器 到了我手上怎麼可能不再拆得深入一點呢 第一個要拆開的是PCI槽的進風扇 擰開兩個螺絲之後 往外面一拉就能扯下來了 過來是CPU和內存區域的框架 先擰開主板上的幾個螺絲 底下的這幾個固定托盤用的柱子也要擰下來 接下來會發現扯不動 其實是被左右的兩個風扇給卡住了 打開卡扣之後就可以將風扇往裡面拉進來 右邊那個風扇也是這樣處理 再拔掉主板上面的接頭 就終於可以將整個框架給取下來了 在框架的後面可以看到風扇的接頭 機箱風扇用的全部是台達的產品 而前置風扇上方的這個小喇叭就是當一聲的來源 浴室這塊才是真正完整的主板 可以看到前置的IO接口是放在了獨立的PCB上 主板的厚度是1.6毫米左右也不是很厚 在這裡終於找到了WiFi天線的所在地 之前一直納悶純金屬的箱子是怎麼會有信號的 原來在機箱的底部有一片是塑料的 在主板的右下方可以找到藍牙的連接線一直升到了這裡 原來PCI槽後面的這個塑料的1234的框框也是天線 再過來拆開光區架後面的檔片就可以找到電源和主板的連接線 要拆除電源需要擬開正下方的四顆螺絲 然後將電源往左邊一拉就可以抽出來了 那條電源線還要繞一下 Mac Pro 2009用的是台達980W的電源,內部沒有風扇 而且單路正12幅輸出高達79A 內部是台達服務器電源的雙PCB結構 因為電路布局和常規電源差距較大 一下子也看不出來是什麼方案 最後是Mac Pro 2009的拆機全家服務 那麼這次是真的結束了 我是翼王,下次再見,掰掰